好 接下来看AI在创作部分也有新的科技 这是全民影像时代 在AI出现之后 人人更可以成为创作者 科技龙头积极的投资 像是我们Focus过 Meta最近发表了一款影片的产生器 这个影片产生器是用简单的文字提示 能够生成相当真实的影片片段 再加入音乐跟音效 就好像真的去那里拍过一样 而英国也办了一场交融性的展览 它不只是人机一起作画 当中的AI机器人是由艺术家花了十几年 用自己的画作 那么经过了一段累积 不断训练出来的可以称为AI科技徒弟 由Meta执行长马克·卓克伯亲自展示 这款被他誉为最先进的扩增实镜AR眼镜 Meta近来积极投资 影像生成领域 新法宝可不只有它 还发表一款叫做Movie Jam的AI影片生成器 让使用者能透过影片生成编辑 再加上音乐和音效的功能 打造出如真实场景般的影片片段 Meta says it can rival video generators from competitors including OpenAI 创作这条路上有了AI的加入 让人类和机器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在英国伦敦 这场主打数位创新结合当代艺术的全新展览 继续打开新的眼界 机器人拿着画笔作画已经不稀奇 不过这个叫做DOUG的AI系统 却是由艺术家本人亲自教导 熬了多年才出世的学徒 加拿大华裔艺术家宿君花了超过十年研究 要怎么把自己的风格和点子传授给AI机器人 于是他选择用自己的画作来训练AI 再把已经学到他作画风格的AI系统 转移到机器手臂上 实现人机同台作画 将艺术家和AI各自的风格结合 让素均被时代杂志评选为 世界百大最有影响力的AI专业人士 不过这场展览中的数位艺术家先驱 大有人在 有的运用生成式AI 把传统刺绣文化以数位的方式呈现 另外这幅NFT数据画作 则是艺术家招上亚马逊雨林部落的原住民 共同创作了作品 人机合作共同完成一幅作品 确实为当今艺术市场打开一道门路 因为现在要说服大众买纯数位的艺术品 并不简单 根据瑞银和巴塞尔艺术展的最新报告 2021年的NFT市场 也就是加密艺术串红的那年 NFT相关销售额飙上29亿美元新高 随后热度迅速减退 在2023年骤减到12亿美元 在NFT作品经历暴涨又暴跌后 业界专家人看好成长前景 但同时也引发反思 包括AI在艺术创作扮演的角色 以及演算法能不能取代人类 在各界持续拿捏规范尺度的同时 全球的AI竞赛并没有减速 美国商务部打算提拨1亿美元 来刺激AI在半导体材料的应用 这笔资金将流往大专院校 全国实验室还有私企领域 持续与自家AI性能 作为全新手机平板最大卖点的三星电子 却在周二传出坏消息 三星除了宣布第三季获利将不如预期 还向投资人致歉 他们在这场AI晶片竞赛中 落后挥打等其他劲敌 三星的慢半拍将使他们更仰赖低利润晶片 越来越难跟中国的竞争者匹敌 同时还会削弱智慧型手机和电脑的需求 三星股价自今年以来 已经下跌超过20% TVB的宣众报道